组织第三 余电TV 郭贝鲁 宾一 而世俗赛呢 商人们更是大抢商机 现在什么食物最应景呢 除了这个啤酒啦 零食啦 还有业者推出了这个立体的足球披萨 就连汉堡外头也变成了足球面包 服务生端着热腾腾的披萨上桌 但仔细一瞧 披萨的外观被画上球类线条 膨胀后就像一颗真的足球 看起来超级新奇 一口咬下披萨 内涵的香肠 培根 鸡肉等馅料 被烘烤的香甜可口 让民众紧盯球赛的同时 嘴里吃的也可以跟上流行 它比较软一点 因为一般披萨感觉比较有嚼定 那个它其实是比较偏软的骨 还有搭配那个 有点辣的那个辣肠 吃起来很有层次 柔饼放馅料 压上足球线条的外模 这一切看是正常制作披萨的步骤 该怎么让它成为立体的足球披萨 师傅说关键就在拉气的三秒 那要注意的部分就是 如果气拉得太多 那在烤的时候很容易破掉 那如果拉得太久的话 它面皮第一个就会被我们拉破了 把馅料放进烤炉烘烤 饼皮在350度的高温下 滋滋作响 烤上8分钟 香喷喷的足球披萨就出炉了 这可是厨师花了一个月 才研发成功的产品 搭上四足热槽 餐厅业者预估定位 渴望提高五成 一口咬下富含炭烤酱汁的巴西汉堡 仔细一看 连汉堡也来凑四足赛的热闹 连锁数十店龙头 在日本和香港本地 推出足球花纹汉堡 大受好评 可惜台湾没有引进 不止汉堡 热狗也可以用颜色封四足 用酱料绘成国旗 像是涂上绿白红 就成了墨西哥的代表色 企业者们用尽心思搞花招 就是希望搭上四足赛热潮 赚得荷包满满 如今TV丽敏之后的商话综合报道 足球食物呢 大部分是走平家风 不过鱼子真 未经许家风 特别再予想 提供从小学朵